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原因就是因为台湾比较少有皮革或是串珠或是棉绳 因为很多啊他们都是手工制作的 不是像台湾或是中国批次生产 会比较花一点时间 那今天的材质有皮革串珠跟棉绳 主要是这三种类型 如果你常常觉得手上空空的或是你带腻的金属 你想要尝试不同的风格 那这部就非常适合大家看 价位其实都算平价 我们的卖场价格都是在300到500左右 首先的材质我就来跟大家介绍的是皮革 这一款走的是复古风格 像它的前面金属部分 它是采用古铜的配色 皮革整条是采用咖啡色系 属于比较素面一点 它上面啊都没有任何的掉饰 然后戴起来就会像这样子 比较简单一点 这是纯素面的皮革手环 如果你喜欢素素的就可以参考这一种 这个是比较细一点 大概0.5mm左右 那如果想要稍微大一点 或是宽一点 就可以考虑这个 像这个啊 大家应该可以看到 它的颜色是不一样的哦 它是一边是黑色 一边是咖啡色 扣法也会有差异 这样子 这样子扣 它每一款啊 都是它们自己慢慢编织出来 不是像机器做出来的 这款稍微比刚刚那个厚 大概多0.3公分 这是这一款 这款是比较多层吃一点 一样它是两层 然后一边是皮革 一边是用 不是皮革的材质 它前面是有多坠的金属 有大概五六个小坠子 稍微有点变化 然后后面呢 它多一个小吊牌 它这个设计是转的 就这样子 转开就可以了 每一款的扣法会稍微不一样 然后它下面啊 是磁铁式的 带起来你就会发现 比刚刚的这几款 都比较 有设计感一点 那多层次的啊 其实它还有很多设计的 比如说像这个 这个前面是 一个小铁片 然后它是采用 雾银设计 不是金 是金属 但不是钢的哦 是合金的 然后整体走复古路线 然后扣法也是磁铁 那再来最后一款的皮革 稍微来点变化的颜色 这个颜色就是有点 呃 铁色 然后配上棉绳跟皮革 然后前面很简单 就是一个 大家很爱的小小的 羽毛 然后扣法 一样是磁铁的 它们很喜欢做磁铁的 可能是方便 因为像这样戴起来 就比较方便 但如果你是用这种 这种其实一个人带 有点辛苦 你就要花一点时间 比较好带 那还有一款 也是很简单的 这个 这也是皮革 然后带一个小棉绳 两款的差异就是 前面 它多了一个小坠子 但看起来是差不多的 颜色啊 等等 这是皮革的手环 如果你喜欢带皮革 就可以参考刚刚那些 但这些皮革手环 有一个缺点 大家不知道知不知道 就是尽量不要碰水 为什么 因为皮革 不建议碰水啦 它可能会有味道啊 或是发霉啊 如果你没有处理的好的话 所以不建议碰水 那接着呢 是串珠 最简单的 就是这种小串珠 这个都是用弹力绳 这种小串珠 然后每一款啊 像这一款 它是小羽毛 然后还中间不同的变化的颜色 还蛮简单的 像这样子 像有时候你配戴手环啊 你可以 把不同的材质配戴一起 那也是另外一种风格啦 但是比较细的 那还有颜色的差别 像这个是有点琥珀色系 这种串珠手环有个好处 就是它戴法非常简单 像我现在戴一只手表 然后再戴一个手环 这样子 很简单 而且它一个人就可以戴了 拖也非常的简单 如果你觉得这种串珠啊 太小的话 那你也可以考虑像这种 比较大一点的 差别蛮大的 mini 那个公分啊 串珠的公分数 如果你是到我们的官网购买 每一款都有尺寸 那你可以去看一下尺寸 这是比较大的串珠 那最后一个材质呢 是要来介绍棉绳系列 这种最简单也是最多人 会选购的 就是这种 很简单的棉绳 它前面有一个小金属 三角形的小金属 像这个啊 不能当作脚绳 很多人会以为可以当脚绳 但其实 不适合啦 因为它尺寸没有这么大 我们卖场也有卖脚绳 你也可以去看一下 也有不同的颜色 像这个是 配色 黑白配色 然后前面搭一个小坠子 椭圆色的小坠子 有些人会拿去刻字 但我们没有提供刻字 这个带法就一样 跟刚刚 稍微小复杂 你稍微研究一下 然后再把它 像它这个一个人带 就有点小困难了 你就把它 处理一下 就是因为我不常带这种手环 像如果你是平放的话 它就这样子 拉就可以了 要练习一下 要练习一下 那最后一款 一样介绍尺寸比较差异的 像这种 你看这个蛮粗的 跟它比的话 差异性蛮大的 那如果你想要带这种比较粗的也可以选择这种 它一样都是可以调所为的 那我们就讲总结 可以去看一下 那就这样子哦 拜拜